大联盟此次自由市场流动空前缓慢,如今举春讯开始剩不到一个月,确认有不少球员没找到家,但从光芒离开的卡布Alex Cobb并不担心。 据美媒报道,卡布透露至少有15支球队认真考虑相忘罗卡,他还未拒绝任何一队,现在对我来说,每个地方都是选择。 今年奖满30岁的卡布拒绝光芒1740万合格报价,投身自由市场寻求4年6000万起跳的复数年约,包括小熊、酿酒人、双城、国民、精英、尤其兵、杨基等队都表态有意争取。 先前小熊增海3年4200万条件给卡布,但没有达标,由此多少能看得出他的坚持。 面对自由市场流动缓慢,卡布没有焦虑,反倒觉得这是很不错的经历。 去年11月到12月间,开始明白市场有多缓慢,明白这是跟前几年不同的休计期间。 他坦言过程中,多少会感受到些挫折,不过就试着去接受,转变心境让自己舒坦一些。 据坦帕湾纸报记者卡布金,Mark Topkin,报道,卡布透露至少有15队认真协生过,他没拒绝任何一队。 卡布表示,现在每一队都是选项,并期待着一切落幕的那天,等到自由球员们都找到家,再仔细去审视为何市场流动慢以及解决的原因会是很有趣的事。 中时电子报 中文字幕提供